親愛的朋友,我是鄧英雄醫師 我正學生時代,我就關心臺灣的民主、政治、常務、東華運動 一直到民進黨成立 我又向華聯參選作為委員 我回到高雄作為衛生組織 我退休後創辦民部 還有臨時門諾基金會的黨主席 在照顧華黨長照的協助團體 今天,我要跟大家說幾句 對總統代選,我會感想 三組好選人都在電視上面辨論過 我是說,這檔中 這檔中六千月向消媒情搭配 是最適合臺灣未來的 這個很關鍵的CQ 作為我們國家的領導者 最適合的一堆核酸民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六千月是在這堂核酸民裡面 它的行政、從政經歷是最完整的 它做過中央民意代表 它也做過地方政府的修訂台南指定 它做過行政委定 做過副總統 所以在三組好選人裡面 它是唯一有國鋒、外交 這個國際事務的經驗 還對地方政府的地方政府 不管是武省、市政、國政中央的政權 都想了解的一個政治家 不但是這樣 它過去,市政的麻衣度 都是臺灣最好的一個指定 還是立法委員 六千月是出事很善良的家庭 所以它很了解社會的中央改戰 非常痛苦 而且呢 它是一個很痛心 而且非常有完結 堅持利益上的政治人物 它在台南指作指定的是 隔壇、基幹、救災、不眠、不休 實在是讓人很感動的一個發言 大家都看到 它就是我看到的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裡面最善良 它對黑金非常痛苦 所以它會通過說 若是有受過、行、安、化、管 它就沒有再提名做好選領 反倒回來看 國民黨到現在還提名很多 有反安紀錄 過去貪汙、腐敗的人 會做好選領 所以這點我覺得 六千月是最有可能 解決我們台灣的這個 政治腐敗 的一個總統好選領 不但是這樣 它對台灣的枕頭 是非常堅持 保護台灣 我們不但要和民主國家 建議更好的問題 在國際社會 還有更多的朋友 來幫忙台灣 抵抗中國的圍欠勢力 當然它也認為 豪平對台灣很重要 但是要保護台灣 就要有堅強的國豪 和外交做後退 真的可以保重台灣的安全 其他的好選領 看起來都是比較慎重的原因 但是 要怕中國 選議會議 實在是很困難 我們看中國對香港 對世宗 對威л威爾族 都是人為敵人 我看到 胡友宜 在這個電視評論說 他跟中國 要討論第一 Somebody 說要討論人 我實在覺得很好選 中國如果有人 今天他都可以學會人 甚至外國人 他也要討論 台灣人 民族 他也討論 任何香港過境的只要他說你違反他的國家安全 他就要抓 香港的選舉是要共產黨 心雜好選人的主席說你不反共 你愛國這樣才可以做好選人 所以這是完全無憲法自由 不然人身安全保障的一個獨裁國家 難怪習近平他任期夠 還沒有限期要連任他們的開會時 百分之九十九九九九七的 沒有在投票 所以這是一個又沒有人權保障的獨裁國家 結果你說 胡佑儀也好 柯文哲也好 還要去期待 和他 說 選他來對台灣改革武力的威嚇 這實在是天方夜談 別別 這個六千塊選擇蕭美琴來做婦娶 這是有很大的意義 因為蕭美琴當任我們的主理代表 任期以來 讓台灣和美國的關係提升盡管 而且美國不管國會 還是拜登政府 還是本來的總統的川普 都是對台灣非常積極和優勝的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 蕭美琴這堆好選人 可以動選 還是對台灣提升國際的地位 盡管美國、日本的支持 還有讓台灣人民 不管是年輕人的風雨政策 或是歴史的教育 經濟的法定頂 都應該是有最嚴重的一個 幾月的納豆 所以 在這裡拜託我們台灣人民 這邊總統的台銷 對台灣的將來是非常重要的 一邊選頂 到底 是要保護台灣的主管和尊嚴 讓台灣人真的可以 向我們理想的路徑 或是要去青宮、聯合、基宮、共產黨 的這個 嫁的好朋友 的這個 騙局 最好讓人去通敵 閉造 人的這個路徑 我覺得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選項 我們一定要尊嚴 導臨的總統 副總統正義平 請大家支持 Vlogger 電腦小密集 謝謝